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他们聊几天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之前因为疫情而导致的那种work from home的状态呢 基本也都结束了 所以他们也都陆陆续续的开始回到office去上班 所以呢我想要趁今天的视频来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通勤的单品 并且呢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性价比又高 非常的实用且穿搭的利用率会很强的那种 再加上视频发出我估计刚好是一月底这个时候嘛 所以呢咱们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呢也快要到了 趁机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情人节穿搭的灵感 反正各种品类的单品呢都会有一些 我会把具体的那个时间线呢 详细的打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这样子 方便你们去查看 OK那其他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开始 今天视频吧 先来跟大家分享两只特别适合通勤的包包 那一直以来我都有不间断的收到各种留言 包括私信都会问我说有没有推荐的那种拖特包 但讲真的绝大部分的拖特包 我都会觉得说稍微有一点中规中矩 所以呢我个人就没有说特别能提得起兴趣 但是呢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一只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眼前一亮的 它就是 这款包包其实在一月初的那个视频里面 我应该有搭配出镜过 当时就有些小伙伴留言来问来着 我们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它呢是松某最近的一个新款 整体是一个特别慵懒松弛的设计 几皮的包身加上光滑皮质的一个宽肩带 然后包包两侧还有非常独特的挂儿口袋设计 整体垂瑞下来的造型感呢 特别的随性 然后你会觉得说有一点可爱 而且两边挂儿的这个细节呢 实际又是一个特别实用的收纳带 平时可以轻松的把你的手机呢 塞在这边 另外一个特别实用的点就是 它是双肩带的一个款式 短一些的宽肩带既可以用来肩背 也可以用来手提 另外长一些的肩带你既可以单肩背 同样呢把它放长一些 也是非常适合斜跨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它的气质是特别适合 搭配各种大衣啊外套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春秋天的一些风衣 既中性时髦 然后又特别实用的一款 吸铁时的一个开合方式呢 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容量上的话不用多说 能够装很多的东西 加上因为材质 整体是很柔软轻盈的嘛 所以你装多装少 我觉得都不会影响到它 包包本身的那种高级跟自在的感觉 然后除了我手上的这个脊皮绿色之外呢 还有一个特别百搭的棕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呢都是非常好看的 第二只包包呢也是我近期的新头号之一 它整体造型的感觉特别像是一个公文包 四四方方的前侧是一个特别大片的这种翻盖 然后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过多的那种繁复的设计细节 特别的简洁 然后侧面的话你们看是一个上窄下宽的造型 看上去又一丢丢像是信封包的那种感觉了 那这款包背上身的那个气质是我真的特别爱的 你很随意的把它搭了在你的肩膀上面往后一甩 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大女人 特别随性的一个气质 而且可搭配性呢真的非常的强 无论是日常修行的衣服 或者你去做一些通勤的搭配呢 它都完全hold得住 第二个方面的话应该就是它皮质的处理了 它整体是一个牛皮的材质嘛 一丢丢不那么明显的鳄鱼压纹设计 并且是做的很密的那一种 所以在光线下你慢慢变换它的角度呢 会出来一丢丢那种湿湿的 波光灵灵的感觉 并且因为它是做的比较滑面的一个处理嘛 你们听这个声音 这种皮质就同样非常的耐脏 如果说上面粘了一些什么脏东西的话 你就是用湿的毛巾给它擦一擦就好了 特别的好搭理 第三方面的话呢 它肯定就是它本身实用性方面的细节了 只有当你把两边搭扣都旋转90度的时候呢 才可以把包包打开 另外在内侧的中间这个部分呢 它同样是有给你做一个额外的搭扣设计的 然后它最妙的一个点呢 就是它调节肩带长短的这种搭扣 不是设计在肩带外面的 而是在包包的里边 当你把它扣在内侧底端的搭扣上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款可以手提的公文包 或者你甚至就轻松的把它截在腋下呢 也能出来那种特别时髦大气的感觉 把包袋搭扣隐藏在包包里边的这个细节 真的非常的创新 而且更大程度上面就保持了包包整体的一个简介 容量方面的话 我自己呢也有实测过 它的这个宽度是完全可以塞下13寸的电脑的 平时你要是放放什么iPad之类的 绰绰有余 然后15寸以上的电脑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说可以横着塞进去了 本来我是想把自己13寸的电脑给大家来 就是镜头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看到 但看过上期Vlog的就知道 我的电脑在下位也被偷了 所以呢 前些天刚收到的Fedoma 他们今年情人节推出的一些小首饰 我真的老喜欢了 首先第一个呢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这一个爱心小吊坠项链 这个爱心吊坠应该是他们今年这个情人节系列里面 我最最喜欢的一个单品了 吊坠本身是做的这种圆圆鼓鼓很有分量感 很显质感的一个吊坠 然后近看你们能发现吗 上面是有做一些特别的雕花设计的 很像那种你走去中古店能逃到的 如一无二的手工饰品的感觉 当然了他们家本身也就是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首饰的 然后现在的材质呢我觉得真的都蛮优秀的是那种纯银的材质 镀的是18K的镀进 吊坠的背面是一个光面的设计 同样也是很立体很有弧度的 平时哪怕就这样子单独佩戴啊 它在你身上也很有存在感 而且很显精致 或者你还可以迭代一根比如说珍珠项链啊 或者说一根素链呢也都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天视频里面 我目前戴的这一个爱情的小索系列 那很多首饰品牌其实讲真的在这种情人节的时候 都会推出这种钥匙啊 然后跟锁扣的这种款式 但我觉得他们今年这个做的真的是蛮可爱的 其实是两根单独的项链 但是我就很喜欢把它们穿在一条链子上来戴 钥匙跟锁扣上面呢都有Fedoma他们家的Local 同样呢做的是特别隐约的 然后它最有趣的一点是 这把钥匙是真实的可以打开这一把锁的 你们看 打开你心门的一个意思 寓意是不是很有趣 当然了这两根项链你平时就是单独来戴的话呢 也是蛮好看的 同样是属于那种 你不太需要纠结说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搭它才好看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衣服吧 它都可以搭配呢 并且是属于非常不挑人的类型 然后同样的这两根项链的话 它同样也是纯银的材质 然后镀上了18K的镀金 再然后的话呢 就是今天我手上戴的这一个小小的戒指了 熟悉这个品牌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他们就非常的善用各种珍珠的元素 珍珠跟金色饰品真的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一个组合 然后这次的小串珠戒指呢 我觉得特别的可爱 它前面的话是有三颗珍珠 会跟着你就手指动起来的时候 一直这样子摇晃起来 给人很生动很灵动的感觉 像不像是一串小葡萄挂在你的手指上 再然后就是我左手上面最近一直戴的这一根小红绳了 红绳类的单品也确实是特别适合情人节 这个时候送的礼物 很简单非常细的一根红绳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香钻的小花朵的形状 背后的调节扣呢也是给你做了蛮长的一段的 所以呢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它的长度 衣服这个类别的话呢 先来跟你们分享几个今年情人节我的搭配灵感 那每年情人节这个时候我的首选的话 肯定还是会想要穿裙装 因为裙装你穿出来的话 怎么来说都会比较的有女人味一些 那今天呢首先第一个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单品 真的就是一条非常非常好看的小黑裙 属于那种你一穿在身上甚至觉得自己都略带赫本的那种优雅的气质 起初当我收到从包裹里面拎出来那一刻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它看上去就是一条特别平凡的普普通通的一条小黑裙 但只有你穿在身上一试 才能感受出来它整体版型以及剪裁的优秀之处 前侧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大方领的剪裁 肩带延伸到腋下的部分呢 同样是做的比较高 可以轻松的把你的腹乳位置遮住到 腰身往下略微打开的一个裙摆 长度在我的身上也是非常的适中 除了裙子本身 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它附赠了一根这样子的黑色腰带 它是属于特别窄边的这种设计 很实用很实用的一个单品 你哪怕不是用来搭配这条裙子 用在你其他的裤装 甚至是一些西装外套的外面呢 它也是特别合适的 是一个军马的设计 就跟爱马仕他们家的那个Kelly腰带一样 通过后面这两个活动的搭扣呢 随意的去调节它的长短了 至于搭配在小黑裙外面的外套呢 今天给大家三个不同的搭配来参考 也是三种不同的气质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去迎合这条小黑裙 它本身很优雅的那种感觉 那么呢你外面去搭配一个 这种小乡风的粗花泥外套呢 就会很合适了 非常经典的一个黑白配色 然后这件的长度 它设计的也是稍微的比较偏长一些 就很适合用来搭配连衣裙 或者说一些比较长的那种半裙 上身整体也是比较宽松的 但不会过于的oversize 然后从领口延伸到衣服100 整个的收边呢 是加入了丝绒的这种材质进去 所以看上去呢会有一点点的华丽 也不会显得太不日常 然后扣子的部分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种隐藏在内侧的搭扣 你完全把它扣起来的时候 是彻底隐藏在里面 你是看不到任何扣子细节的 然后这类型的小乡风外套 我相信大家的衣橱里面 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件 其实除了说可以穿的比如说搭配这种裙子 穿的比较优雅的穿法呢 另外它也能穿出那种特别休闲的吊吊来 今天就给大家另外一个搭配的思路 就比如说你在里面去穿一个那种比较宽松的 比它略微长一些的衬衫 然后下面呢去搭配休闲的西裤 然后颜色上甚至可以去做一些大胆的撞色 或者说混搭的那种效果 这样子穿成一套的话呢 再看上去呢就要休闲不少了 那如果你想要穿出更加隆重一点的感觉 比如说一起去吃一个比较正式的dinner 或者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呢 那么外套上面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去搭配这种 泰迪熊外套 也是属于那种对于小个子特别友好的 月初的时候不是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平价替代的Max Mary的那种泰迪熊外套吗 但是那个发出来之后很快就断货了 没买到那件的话 我觉得这件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同样呢它穿在我这个165身高以下的人身上呢 也不会觉得说压个子 或者说显得我很臃肿 整体的版型跟轮廓呢 同样是非常的显高级 那它前侧的这个大翻领 同样是穿在身上会显得你整个头 整个脸很小的类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你看它领口后侧的这个地方 并没有做得很高 对于一个脖子并没有特别长的人来说能够找到这种高度非常合适的高利领 真的很难得 然后这件的袖子的话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说略长那么一丢丢 因为当我穿比较厚重的这种外套的时候 我还是习惯的想要说把自己的手腕呢可以露出来一点点 这样能更好地去增加你身材的那个纤细感嘛 然后它内里的材质用的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裸掉的这种性色 所以即便你就这样子把它翻上来 整体呢依然是一个特别显好的感觉 然后第三种搭配思路的话 就是留给平时穿搭风格 可能更加喜欢做混搭呀 有个性的这种女神 那么呢你就可以选择在这个小黑裙外面呢 去搭配一个皮夹克 这个皮夹克也是我去年就已经到手了的 但是呢一直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偏oversize一些的Bomber Jacket 飞行员夹克外套的一个类型 摸上去会有一丢丢像是棉服 整体的保暖性呢跟防风性也会更高 平面整体的光感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那种雾面感的 当然了它同样不是一个真皮的那种皮夹克 因为真皮的这种皮夹克实在是担价太贵了 它跟小黑裙穿在一起之后呢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面把小黑裙的那个优雅程度呢 给拉低一些 如果你再去搭配上短靴的话 比较帅气的那种短靴 又能穿出一丢丢甜裤风的感觉来 那在这个季节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穿连衣裙 那么我觉得还可以去考虑 比如说毛衣加上半裙的这种搭配呢 也是非常合适的 整体的仪式感不会那么的强 但依然是特别适合情人节的一个穿搭 然后现在这个温度穿这种中等厚度的毛衣呢 也是非常适合的 怕冷的小伙伴还可以在里面呢 再穿一个打底衣 黑白拼色的这种毛衣 Petit Studio他们家的这种撞色毛衣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做的蛮好的 这件的pattern呢 它是做的上下拼色的一个感觉 然后中间呢是一些钻石几何切割的纹路 视觉上面夹两件的效果 很像是白色的内搭外面呢 是大陆间的黑色毛衣 会给人一种比较优雅的气质 材质的话是一个非常软糯的这种百分百的美丽诺羊毛 哪怕贴肤穿呢舒适度也很高的 然后他们家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最近在做那个寂寞大促了 折扣力度非常夸张 好像是低至三折起了 还可以去额外叠加一个全场的额外折扣 反正感兴趣的小伙伴妈妈 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活动的时候去看一看 我会把具体的信息呢 都写在视频的下方的信息栏 然后下面搭配的这个皮群呢 同样是他们家的一个单品 也是去年我就已经到手的 这个皮质半裙的质感 真的是让我蛮惊喜的 很像是Nanushka他们家的那种 Vegan Leather给人的感觉 但价格的话就会比Nanushka这种牌子呢 要亲民非常非常多了 它整体的版型呢是这种 一片式的wrap dress的设计 附带的这种宽的肩带 而不是肩带腰带 细节感非常的足 然后穿在身上呢也是特别好看的 裙摆位置的话 它在侧边呢还加入了一些 这种摆折裙的细节进去 皮群另外还有一个立棕色的颜色呢 我也是有的 立棕色这个颜色的话 相比于刚刚的那个奶白色 会更加的有都市感一些 但同样也是特别百搭的颜色 无论是搭配深色还是浅色性呢 也都是非常好看的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 针织类的小单品好了 因为我觉得最近气温 也在慢慢的回升嘛 马上到初春这个时候 也是各种穿针织上衣 就可爱的针织小上衣的季节 首先第一个呢 是我最近在ZARA上面淘到的一件 哦小可爱 它是那种假两件式的 针织上衣设计 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了 是Jack Mills那种完美品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四十几美金的这种价格 上升的效果真的特别好 虽然是小几十美金的这种价格吧 面料呢穿在身上 贴肤穿呢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的扎感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前侧的这一个 镂空设计做的恰到好处 穿在我身上就属于前后左右 各种侧面来看呢 也不会走光的类型 里面就直接贴一个胸贴 就已经会非常的有安全感了 下面你就去搭配各种高腰的 西装裤啊 休闲裤等等呢 都是特别合适的 等气温再热一些 就拿出来单穿嘛 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呢 想穿它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比如说外面可以去 搭配我前边说的那一件皮质的外套 因为这件小珍珍 它整体是会比较偏 辣一点点的那种风格嘛 我会比较想要在外面穿一件 很中性 比较chunky的那种机车外套呢 稍微的压制一下它的气质 第二件的话呢 就是今天视频里面 我目前穿的这一件了 它是一个特别好看的 这种水手领的设计 是我特别喜欢 那个ENK他们家的一个单品 它在这衣服之前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嘛 就是在复古的基调上面呢 会加入很多很有设计感 稍带华丽的这种设计细节 怎么说呢 总体我觉得 如果说你本身很喜欢 比如说像Chanel他们家的成衣 或者说有一些 像是Celine他们家的这种夹克啊 外套 那么呢就可以好好地去看一下 他们家的衣服 因为毕竟Chanel Celine这些 他们的衣服真的单价呢 也都是很贵的 那今天这件除了说 领口本身设计的形状很好看之外呢 我特别喜欢的点 就是它把条纹的元素呢 也运用进去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利用一些配饰去做搭配 或者说做一些叠穿的效果 都是想要让你整体的搭配 看上去更加的有层次感 更加的丰富嘛 那袖口的这个条纹拼接 包括一百位置的 这个条纹的细节呢 就让你省去了 做叠搭的那种时间 然后领口这边的这个感觉 也有点像是 你在一件纯色的那种 针织衫外面的去 搭配了一个小丝巾之类的 在下面这一件呢 也是一个条纹的针织单品 但它的话 领口这边呢 就是一个更加中性的 Polo领口设计了 这一件上身的效果呢 也特别的好看 而且呢它特别的显瘦 我在视频里面 就今天呢 再给大家穿一下看看 是不是显得我肩膀很宽 然后头肩比很好 然后手臂看上去呢 也是特别细的 而且这还是我在里面 穿了一件 打底衣的情况下面哦 这件衣服 它的面料弹性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非常喜欢 它这个Polo领口设计的 因为它前侧加了一个拉链嘛 你稍微把它往下拉一些呢 会修饰的你脖子这边的线条呢 也还蛮好看的 然后当你把这个拉链往上 整个拉上去之后 你们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看上去又更加有 学院派的那种气质 然后条纹类的单品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 就是一定要去关注 它条纹本身之间的间隙 以及它条纹本身的这种粗细程度 想要让上半身显得更加纤细 更加瘦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选像我身上这种窄的 比较细的条纹 还有加入一点点黄色的细节 包括在衣服的这个 衣摆位置上面的话 也是有加入一圈黄色的 虽然很隐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吧 但瞬间会让这件衣服呢 变得更加的有趣 也更加的有穿下感 那我觉得这一件条纹呢 跟前面那一件 水手领的条纹拼接的 真纸衫一样 都是单穿就已经很好看了 同样的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它也很适合 叠穿在一些外套的下面 尤其是前几个视频 跟你们分享的那一件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啊 Blancourt他们家那种 斗篷式的外套 袖子本身会稍微比较短一些嘛 所以呢搭配上那样的外套之后 层次感很鲜明 但搭配起来呢 又特别不费劲 还能给人家一种 觉得说 你好像很会穿衣服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们也都是属于 我觉得非常适合 各种通勤场合的单品 你下面就去搭配那种 直筒的西装裤嘛 无论说是穿在一些 西装外套的里面啊 或者说一些风衣的里面 也都会让你整体的搭配呢 就是看上去更加的有趣 在下面这件的话 可能就更加适合 天气更热一些的时候来穿 但是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你们分享 这件衣服 它上身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然后是优衣库他们家的 这个3D一体成型的这种正直衫 大大的一个圆肩领的设计呢 真的会衬托的 你的锁骨非常的漂亮 然后因为它是3D一体成型的 这种技术嘛 上面呢是没有任何的 就缝线跟走边的 略带容量感的这种袖子呢 你穿在身上 它会形成一些 非常自然的这种褶皱感 真的超级有气质的一个单品 然后湖水绿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特别特别显肤白的 面料整体的贴肤跟透极性 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 买过优衣库 他们家这种3D一体成型的 真直单品的应该呢都知道 最近我就感觉 这种湖水绿的颜色 非常的适合去搭配灰色的单品 它跟灰色穿在一起呢 既会让我觉得说很新颖 视觉上面有一种 莫名的很舒适的感觉 再下一件的话 也是Petit Studio 他们家我非常喜欢的 一件毛衣 这个同样也是去年 我到手的一个单品了 因为平时 我可能在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毛衣类的单品 都是很大件 宽松 oversize的那种感觉 但是今天我不是想 多给大家推荐一些 适合通勤的 很日常又百搭的单品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呢 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它的Pattern也是 既有设计感 但搭配上奶茶色 跟白色这种柔和的颜色呢 同样也是穿在身上 让人觉得 非常具有亲和力 材质方面的话呢 依然是一个 百分百美丽诺羊毛的 这种材质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真织类啊 毛衣类的单品呢 它都是属于 不是特别厚的类型 我觉得无论是 现在用来作为内搭 还是说穿到春天呢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的话 就终于到了 今天视频的 两个明星单品 这两条裤子呢 是我真的 一直想要跟大家找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就是一直以来 我各种视频里面 就穿搭视频里面 都会出现的一条 无敌百搭的 比较宽松直筒的 那条黑色的西装长裤 只要一出现 就一直会有小伙伴问的 那一条的话 其实在黑五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嘛 其实是几年之前 国内的一个牌子 然后现在呢 也完全不产了 所以是买不到了的 然后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想要说北美这边 有没有这种 特别特别类似的 然后这个月就终于 终于被我找到了 它就是 也是在今天视频 这前半段 大家看到很多 已经出现了 无数次的长裤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两条 它的裤型 跟我说的一个 国内的牌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就是裤腰这边 整体的一个设计 隐藏内扣的这种细节呢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上身整体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也可以达到 99.9%的类似程度 修饰身材的效果 特别无敌 你即便是最近胖个五磅 只要稍微选大个一码呢 你也完全可以隐藏掉 前后左右 有360度无死角 要腰身有腰身 要屁股有屁股 而且呢 又可以显得腿长直 朋友们 小几十美金的这种价格 真的太无敌了 而且它这个裤子的厚度呢 我觉得会比我 跟你们分享 国内的那天呢 稍微厚那么一丢丢 所以实穿性方面呢 反而会更加的强 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 我觉得都可以穿 因为反正它是一个 比较宽松的款式嘛 你哪怕是深冬的时候 你里面穿一个打底裤 也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长度方面呢 我也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修改的 买来这个长度呢 在我身上就很合适 无论是去搭配 稍微平底一些的那种运动鞋啊 或者说搭配后底一些的那种 lover短靴等等的都OK 真的是想要实名推荐 给你们所有人 这两条裤子 它的裤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已经有一条黑色的嘛 所以呢我想说 可以入一个这种深棕色 然后再入一个灰色 一直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懂的 如果说某一个单品 我也买好几个颜色 就是真的 非常非常值得买 如果你的衣橱里面 还没有一条这种 一条可搭配万物的西装裤 真的推荐你们去看看 那说到通勤呢 我觉得通勤人士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通勤套装 因为套装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省下你很多 去搭配的时间 然后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 这个是一套这样子的西装搭配 里面是连衣裙的一个设计 颜色是这种浅浅的淡淡的 饱和度很低的这种牛油果绿色 给人非常清新 然后很干净的那种感觉 适合通勤的各种套装呢 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看 GOLIA这个牌子的 因为他们家的套装呢 就不仅仅说是去做一些 衣服上的搭配 它甚至呢 是会把各种配饰呢 也给你搭配好的 就比如说我这套 它里面搭配的这种窄边的小丝巾 然后其他时候 有可能是给你搭配了腰带啊 等等其他的配饰 可以非常迅速的出门 然后又还能做到 整个看上去很完整 然后有模有样的 相比于我平时很喜欢穿那种 很有街头感的 大件的西装外套呢 适合通勤的这类西装外套 它就会剪裁显得更加的合身 一切都是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套呢 我特别喜欢它里边的 这一个半裙的设计 它有在裙摆这个位置上面呢 做出一个比较宽边的 摆折裙的细节进去 所以呢这一套你穿在身上 我觉得它整体呢 会让人看上去 更加的简龄跟活泼 也会让比较正统的 这种通勤类的套装呢 更加的有活力 衣服类的最后一个小类别呢 就是平时我真的一年四季 都会买很多的一个类型的单品呢 就是好看又好穿的卫衣 首先第一件的话呢 是一个这种灰色的卫衣 最近各种Zara的新品 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很好逛 然后这件卫衣呢 就是你乍一眼看上去吧 会以为它是一件毛衣 因为它最外面这层的面料 真的做得非常像毛衣的感觉 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 是有两种不同的面料 叠加在一起的 面料之间的缝制方式呢 也特别像是 把衣服内侧外翻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在pattern上面特意选择了不同的这种纹路 看上去就更加有一种拼接感 上身整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你看它整个材质 因为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嘛 虽然里边不加绒 但是穿上身呢 那种防风性我觉得很好 并且呢 它整个轮廓度是还蛮有型的那一种 加上不同pattern之间的这种拼接 我觉得相比于那种特别运动修行的位移 看上去呢 会更加的有设计感一点 然后灰色也是一个非常极简显高级的颜色嘛 我觉得上身的效果呢 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另外一件卫衣呢 是我给老田入手的一件 它是一个这种酒红色的颜色 这件上身的效果也很好看 并且呢 它是一个男女同款的这种设计 就直接把这件卫衣 比如说穿在前面刚刚那个 通勤套装的连衣裙外面呢 刚好露出裙摆的那个摆折裙的细节 是特别有青春校园感的 OK那视频最后的话呢 今天的压轴单品就是一双鞋子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鞋子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应该都有两个月了吧 没有买过任何鞋子的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自己的鞋柜里面 尤其是秋冬这一块 好像各种鞋型啊 类型都有蛮多的了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那种 能激起我购买欲望的这种鞋 然后呢这个月 让我到手了一双我特别喜欢的 白色的短靴 它的靴筒设计是属于比较偏矮一些的这种类型 然后鞋底呢又是很厚的 这类型的短靴真的非常的多用 除了说你光腿穿它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短靴来搭配 比如说搭配前面的各种裙装啊 半裙啊等等这些 除此之外 你用它去搭配各种各样的西装裤 就是长裤 它也特别的好看 因为西装裤就是微微的堆叠 在它的那个鞋背上的时候呢 会让人觉得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厚底的白色lofer 刚好我的鞋柜里面又还没有白色的这种厚底lofer嘛 所以呢我觉得这双就很合适 方圆头的一个感觉 而且呢它边上做了一个比较厚的这种收边 鞋头一直到斜面往上延伸的这个感觉呢 是有一点点往里收缩的感觉的 所以你光腿来穿它的时候 它在视觉上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你小腿的效果来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他们家就这个牌子叫做Industar嘛 他们的皮质我真的觉得做的特别的舒服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 去年整个夏天我都一直一直在穿的一双凉拖鞋 然后在视频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也是他们家这个牌子的 他们能把非常基本的那种款式吧 做的很可爱 都是这种而且呢舒适度无敌的高 这双拖鞋包括前段时间就前些天 我不是去夏威夷旅行什么的 也是一直在穿它 那这个短靴它的材质你看也是属于非常柔软的 你穿一穿它上面也会形成一点点这种褶皱的细节 但我觉得完全不影响它整体的气质啊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特别休闲 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呢 是这双鞋子它本身的自重呢特别的轻 至于搭配方面的话就不用我再多啰嗦了 今天视频里面前面出现的所有的各种的搭配的片段 穿到的白色鞋子呢都是这双 同样也是一双我觉得可以从现在呢 一直穿着穿穿到春天结束的时候 OK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想跟你们分享的单品了 内容呢确实也还蛮多的 但像我最开始说的 我会把每一个细小的类别呢 时间线都打在视频的下方 方便大家去查看 然后关于每一个单品 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细节方面的问题 想要知道的话呢 也可以随时留言告诉我 顺便呢我会把所有的这些单品 它们的购入渠道 以及说目前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折扣 也都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呢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OK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差不多先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已经订阅了小伙伴们 记得要开启那个小铃铛的按钮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每周的更新了 我发现我说这一段速度已经可以去练口技了 anyway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